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个案 是自4月初以来再度突破3,000宗的水平 当局说按现时上升趋势 两个星期后每日新增确诊有可能达到6,000宗 新增3,000多宗个案 本地感染占2,856宗 几只变异病毒株都新增源头不明个案 BA.2.1,2.1有28宗 BA.4或5就有2宗 一个患者住在木树村 另一个人住沙基湾到高望大楼 如果根据以往的趋势 比如过去几个礼拜的趋势 如果都是用这个速度上升的话 过多两个礼拜有机会数字会去到6,000 所以都可能会对我们的医疗服务 就会有点压力 当局引述《世卫》最新数据说 BA.5正在取代其他病毒株 在83个国家都找到 它在整体变异株个案所占的比例 由上个星期的3.7增加到最新的5.2 而BA.4只是升一个百分点 反而BA.2和BA.2.1、2.1就有下降趋势 当局说没有证据指 BA.5被其他变异株离害 会密切留意香港情况 各有一间老人院舍和残疾院舍新增感染个案 包括径福护理院 有两个院友和一个职员掩疫 21人需要检疫 康治外东宿舍有一个院友确诊 他去过的蔡马会康治小西湾工厂 有一个职员之前确诊 学校就情报201中阳性报告 有两间学校个别班 被当局建议停课 包括香港仔加南幼稚园K3UKB班有两个学生确诊 马安山灵梁小学6D班就有三个学生受到感染 大埔拿打塑医院内科混合病房一个男病人 星期一检测评阳性 同房六个病人同一个护士确诊 医院的膳食部早前有四个职员确诊 佛教医院群组最多两个男病人染疫 至今有12个病人同四个职员确诊 医冠局说流远人数增加部分非紧急服务 例如日间检查放射服务等已经作调整 无声电视机者韩曼君不得 政府暂缓航班熔断机制 只是停飞的航班可以重飞 同时要求抵缸人士 今天开始在检疫的第三天多做一次核酸检测 当局说输入确诊个案占总数不够一成 加上大多已经在机场和检疫酒店找到 不为免留学生和家庭带来困扰 决定取消熔断机制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答问会提到 会恢复和外地接轨增加旅客和居民的便利 相隔一日 政府宣布即日起取消航班熔断机制 即是暂时不会再有航班需要停飞 政府解释熔断机制 令乘客因为取消航班打乱来港的行程 尤其是在机位和检疫酒店供应紧张的时候 所衍生的社会成本相当高 而7、8月是海外港人和留学生回港的高峰期 熔断机制为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在严谨的外防措施之下 输入个案对本地疫情影响相对较低 考虑到机制对阻止输入个案的效益不大 和精准抗疫的大原则 决定暂缓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 再次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容许这些有感染的 外地旅客是留入社区 我们有很有效的方法 包括在机场的又快又精又准的核酸检测 将百分之六十的这些感染者拦截去到旁边 之后我们的跟进也都将这些其他的测试出来 所以相对整个疫情来说 它带来的风险是绝对极微极微的 和学生他们回来就不单止是家庭团聚 是影响到自己一个 亦都影响到整个家人 能够在这个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关怀 能够令他们不会那么不知所措 政府同时增加入境人士的核酸检测次数 抵港之后第三日要做多一次 即是已经完成接种的抵港人士 要在检疫酒店的第一、三、五日做检测 离开酒店之后 即抵港之后的第九和十二日 亦都需要做核酸检测 新的变种我们明白这个有顾虑的 但首先一方面就是BA4、BA5 其实在社区到现在已经存在了 重点应该说如果用一个更精准的方法 就是怎样去更快地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找出这些隐形的传播链 阻断他们 相对外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有很妥善的方法 去阻断他们的 对于抵港人士在检疫期的第三日 做多一次核酸检测 是否检疫日数可以缩短呢 牢宠贸说会继续研究 但先要有更多数据去判断是否可以缩短 以及有足够的措施 确保抵港人士留在居家检疫 无线电视机制 刘春玉报道 上届和航空业界欢迎 政府暂缓溶断机制 又再恢复本港航空宣扭 旅游界就说要减少在酒店检疫的日数 才可以吸引海外的旅客来香港 Amy早前去加拿大探亲 打算今个月回香港处理公务 但又担心国泰回香港的直航 一旦因为熔断机制要取消 去压外用多了近三万元 另外买机票 飞英国 经新加坡再转机回香港 香港的酒店现在是confirmed了 现在因为香港这边的酒店 现在都差不多到10月11月那边 如果我们回不了 我们要逗留在其他国家 就会很长时间 用钱费用就增加了很多 直接是卸下了心头大石 全身都松了 有商界的立法会议员说 用断机制增加社会成本 认同取消 相信今次有关的安排 不会影响到抗疫大局 亦都可以尽量方便香港市民 亦都平衡了经济和抗疫的需要 对于香港继续成为国际航空疏楼 复偿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国泰欢迎站 缓溶断机制 说有助减少乘客来港的不便 亦都因应最近多项调整措施 努力恢复更多客户运航班 旅游业界就认为要进一步放宽检疫限制 有外容中计划 现时最大的问题是检疫酒店房间不够 建议政府增加更多检疫设施 对于抵港人士需要在来香港的第三天 做多次核酸检测 有酒店业界划在整体行政上不会有太大影响 因为每日都会有检测人员去到酒店採养 武池燕士记者 刘俊玉报道 时间有食一会儿 回到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看财经消息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刘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1318点升28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1点升45点 看看欧洲股市 梁顿富士100指数升81点 巴黎剑指数升94点 德国DES指数升248点 转体下 教育局要求中学在今个月29日前 提交未来两个学年 安排高中生参加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内地考察计划 根据科目要求 学生3年内最少要去内地考察一次 不快用由政府传额资助 坐高铁到贵州去看 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欣赏湖南章家界天然美景 或者到珠海参观大剧院 这些都是教育局列出高中 到内地考察的21个行程部分项目 行程2至5日不等 当局说考察是要给学生设身处地了解国情 和国家最新发展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其中南沙前海两日的行程 学生坐高铁或者旅游巴 到前海展示厅和深港青年梦工场 认识当地规划 也会考察南沙粤港合作企业等等 分析国家面对的发展和危机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第二日参观南沙景点 可以选择到青年创新工场 或者当地中学 探讨年轻人在南沙发展的空间 学校最迟今月29日 向教育局提交考测计划 包括预计人数 出发月份和行程选择等 根据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要求 学生三年内最少要去内地考测一次 费用由政府全力资助 有校长说如果能够和内地通关 最快圣诞假期给中午学生起行 要做一些行程的安排和协调工作 其实需要时间 校长说会提醒同学办理或更新回乡证 根据教育局规定 境外考测师生比例要1比10 学校会加派老师协助和后勤人手支援 立法会完成讨论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 七一讲话的一会代族议案 多个议员就政府如何在施政方面 落实讲话要求发表意见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特区政府会致力实践习近平主席的希望和要求 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在港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 立法会辩论业会代族议案 多个议员发言说 讲话令港人重拾信心 习主席的讲话 令港人如目春风 重拾制度自信和前途信心 提出的四点希望 具高度指导性 着力提高管治水平 近年 部分香港人对于一国两制50年不变 有疑惑甚至有忧虑 更加有外国势力 借此大造文章 虎惑人心 但习主席在他的讲话那里 就清楚回应 可以说是大派定心愿 议员也就政府未来工作方向发表意见 特区政府必须尽快完成 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 并向国际和香港社会做好解说 全国立法会里面有90个议员 提出议案的内会主席李慧琼期望 行政立法关系良好 政府说会提升施政效率 肯定了25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并对新一届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方向 特区政府会提升施政效率 团队既各司其职 也优势互保 自力体现和实践习主席的希望和要求 他提到政府会自力培养青年爱国情怀 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 新闻处处长原空超过半年 消息说终会由政务司司长办公室 副主任陈伟伟担任 新闻处处长一直跟年年初 透过内部招评 一直未有消息 据了解最终由政务司司长办公室 副主任陈伟伟担任 政府上个月曾经说 陈伟伟曾经担任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新闻秘书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陈雨桥 美国股市继续上升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1%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曾经升超过300点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1324点升287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93点升48点 市场估计在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衰退的情况之下 联邦储备局或者会减轻加息力度 美股受到支持 道指年升第二天 开始升152点 其后升幅逐渐扩大 曾经升303点 主要股份类别几乎全部上升 其中能源股 银行股和非必需消费品股 表现比较好 电子游戏零售商GameStop 董事会通过股份一拆四 公司股价升近一成 欧洲三个主要股市连续第二天上升 其中德国股市升近2% 升至上周三以来的最高 法国股市升1.6% 也升至上周三以来的最高 英国股市升1.1% 联敦富士100指数升81点 法国KAC指数升94点 德国DEX指数升248点 美国新申领失业金人数出乎意料回升 升至差不多半年的最高 企业宣布削减的职位数量上升到16个月的最高 美国务工部公布 首次申领失业保险救济人数 上周增加4000 增至23万5000 为1月中以来的最高 市场就预期下跌到23万 持续申领人数也回升 增至137万5000 是两个月来最高 另外 根据一家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调查 美国企业上个月宣布计划削减的职位数量较5月多57% 上升到大约3万3000个 为上年2月以来最多 美国务工部星期五公布6月份就业数字 市场预测非农业职位增加26万8000个 较5月份新职位少12万2000个 失业率预料停留在3.6%的水平 今年以来集资额最大的新股天齐里业 以招股价上限定价 每股发售价82元 预计集资总额超过134亿元 下星期三过牌 今次上市公司引入7名基石投资者 合共以49亿元认够股份 看看美元最新汇价 对日元卖出价135.955英镑1.2006 瑞士法郎0.9735 欧元1.0155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再会 大家好 我是陈雨桥 印疫券易酒店访工不认求 深圳特别增加人民关围通关名额 方便百类人士 在不占用香港本地居民的名额下入境 海女士91岁的爸爸上个月因为重病 在广州医院留医 近日更加因为肺部受到感染而要吸氧气 她很急切想探爸爸 但一直都订不到内地的检疫酒店 许女士上个月下场已经打电话 去深圳市政府热线一直未有回复 她今天再打电话对方为会跟进 深圳当局针对探病等等的八类人士 伸设人民关怀额外通关名额 对象包括70岁或以上人士 在香港无监户人的14岁以下儿童 孕婦和她的陪产人士 患有基础疾病或者重病 并不适合集中检疫人士 已经在香港完成7日酒店检疫 再滞留在香港至少5日的国外留学生 有职是亲属近期病危或者离世 需要参加法庭开庭或者重要考试的人员 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在相关热线的微信号留言 或者打电话到热线提供资料证明 相关部门进行审核之后 大约10个工作天之后 就会视乎情况已定会收到回复 人民关怀措施不会占用原本每日2000个名额 五大当局就未有透露人民关怀名额会不会设立上限 义务卫生局局长盧崇茂 说新措施反映到内地政府对香港的关心 正如习主席所说民有所夫 我有所认 这次正正反映了 广东产政府和新闻市政府 真是做到习主席所说的这句话 但仍然有不少人不在这次特殊名额之列 阿华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住在深圳的老公和子女 我都不懂分这个缓急先后的次序 当然希望可以越多名额给我们回去越好 头头的话大家都等着开关 开关以为很快就开关 但是等着等着原来连回 你想回到隔离的名额都没有了 你是回不了去 当局日前说经过与内地沟通之后 深圳检疫酒店房已经由每日1300间增加至2000间 无线电视记者 林尤昆布道 另外 星期五起 深圳湾口岸的旅客清关服务时间将会延长 由现在的朝十晚六改为朝九晚八 直至到另行通告 港府解释 是因应内地近日放宽入境检疫措施 和增加深圳检疫酒店每日的名额 两地政府经过协商之后作出有关调整 当局有提醒 经六路口岸出境的旅客 现在是要额外做核酸检测 会在深圳湾口岸开放前一个小时 和关闭前90分钟 免费提供检测服务 需时约两个小时 提醒旅客预留足够的时间提早过惯 澳门连续两天单日新增过百宗的确诊个案 令到今轮累计1,215宗病例 两人死亡 当局正是跟进超过1万5千人 另外当局重点西查保安等等的从业员 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新增确诊个案41宗在管控中发现 社区发现就有87宗 澳门政府说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保安、清洁和物管人员 这三类重点人群感染的情况比较严重 主要是他们一般住在同一宿舍 有保安公司说是意料中事 形容是狗手必失 其实他们每一天都接触很多特别的核酸站 去做事 当然他们都有他们的防护衣 但问题是防护衣 并不是100%可以防护到 他们住宿都比较 可能很多人住在一个单位 这个是真的 因为你知道澳门的租金比较贵 他们通常都是几个人 五、六个人 夹份就租了多个单位 政府要求重点人群 这个星期一连四日做检测 保安公司说会加强防护 我们的防护衣我们会升级 然后当他们吃饭的时间 会不会有一个特定的地点 轮流去吃 就不要一个很小的空间 密不透风 几十个人运在一个地方吃 那一定会容易出事 他有建议政府宣布 全面停工一个星期 第五轮的全民检测 下午6点结束 之后还会有多一轮 政府就说会视乎 这个星期这三量全民检测的结果 作为研判 会不会推出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王蔚之报道 到引尼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的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兼外长王毅分别同多国外长 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双边会谈 俄罗斯外交部说 拉夫罗夫向王毅说明 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展 双方也指出 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实施单边制裁 是不可接受 在和印度外长苏杰森会面期间 王毅展述中方围绕当前 乌克兰局势的三点关切 包括中方拒绝任何将乌克兰危机 和台湾问题相提并论的图谋 王毅亦和亚根廷外长卡菲耶罗双边会面 亚根廷政府说 王毅在会上确认 中方支持亚方加入成为金砖国家成员 认为可以加强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另外王毅预计星期六 会认约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认 外界预期两人会讨论 美国盛传取消部分对华关税 美方据报早前说 两人会面是要巩固两国关系的湖南 中方就强调中美关系湖南 仍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发言人又强调 中美双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 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 稳定发展轨道 无线电视机在梁明山报导 新闻时间 都会大学将会开设全新的医疗课程和教研设施 回应社会对医疗专裁的需求 校长林群星就说会胆性收生 培育有潜质的学生 为了补充本地医疗科技人才 都会大学9月将会开办医疗化验科学石士课程 明年再开办学士课程 将会新建专用的实验室 而现有生物及化学分析实验室 也都会用作相关的教学 课程家由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进行评审 预计每年提供60名医疗化验专业人才 校长林群星就说会尽力密释施人才 维持高质素课程 因为这些工种其实全世界都缺人的 可能移民是一个原因来的 政府比如医管局做的那些 他们离开了的时候 他们又会在我们那里 可能请回我们的老师过去做 那我们又要在第二里请回来 其实有点是好像有点走马灯的情况出现 我们开这个课程 其实那些老师本身有很多 就是医疗化验师来的 其实很难找这些人教书 那我们要吸引他的时候 是要除了钱之外 是要用另外一些东西 比如说 因为他们对各行业都有感情 他们也希望多些人能够加入 到第10月中 亦都会开设非牟利的物理治疗中心 由物理治疗学本科生 在资深的物理治疗师指导之下 向大学成员和社区人士提供服务 过去的公开大学改名做都会大学之后 有没有提升学生报道的意欲呢 林郡昕就说要等8月大学联招放榜公布后才会知道 但就预告会考虑弹性收生 我们希望那些同学有潜质 可以在学科方面读得好 将来可以发挥潜能 可以回归社会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稍为灵活一点点 我觉得是好的 他又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为自知专上院后提供更多资助 以便培育更多专业人才 无线电视记者 不介意欣布 有研究发现 一种用于治疗眼疾的方法 有可能治疗抑郁和认知障碍症 方法是在用电刺激角膜表面 港大医学院和城大联合研究发现 可以激活老鼠模型的大脑通路 产生显著的抗抑郁作用 和降低血液中压力荷尔蒙水平 研究又发现 这种方法大幅改善 认知障碍症小鼠模型的记忆力 抑制大脑海马体内 认知障碍症的标志物 团队形容是重大的突破 不过能不能够应用在人类上 仍然然之过早 必须要临床实验 确认疗效和安全性 有关结果 刊登在部分国际科学期刊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展出近千件紫禁城的珍贵文物 保存文物的重任 就落在管方 两个藏品的修复主任身上 他们的工作是怎样 一起看看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要和文物一齐对抗岁月洗礼 除了靠藏品修复专家的一箱考手 以及孙子 排笔等工具之外 还有这张红色的工作桌 其实红色不是因为它比较美观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书画修复当中 我们只是白色的 那么在红色的上面 比较容易看到这些破损 漏洞 还有就是我们在用这个浆湖浆水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看到这个均匀度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红色的桌子 也比较厉害 刑场修复书画等平面藏品 机缘巧合之下 去年6月加入香港故宫 成为管内首个藏品修复主任 民物经历岁月磨洗 或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 虽然外借的故宫珍宝早已经修复 抵港之后也都无需再修复 但要以最佳状态展出 重任就落了在它和拍档身上 每一种这个文物的材质 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这个湿度也好 温度也好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大环境和小环境 有一个比较强的控制 我们可能需要看这个24小时的环境变化 还有一些病虫害的控制 就是暂停我们会设置一些防虫的措施 他又说部分文物对光线比较敏感 而藏品修复工作室内有不少窗 所以修复这些文物之前 要先落窗簾 落窗簾之后 修复完就要利用这个仪器 检查身外的光度、温度和湿度 是否符合特定的要求 亦因此 官方特别在意大利 订构超过200个 和存放罗浮工名画 蒙娜丽莎同一品牌的展柜 严格控制展柜的光度和环境等 无线电视记者曾根部报道 内地新增338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超过一半是无症状感染 而因为疫情延期一个月的上海高校正式开校 受疫情影响 上海的高校延至星期四举行 大批家长在市场外为校生打气 上海近日疫情稍微回升 星期三新增32宗确诊 和22宗无症状感染 校生在认考之前三天 要完成两次核酸检测 考试当日要完成一次抗原检测 如果校生发烧或者核酸结果不符合要求 会被安排到备用市场应口 岸费新增39宗确诊 和128宗无症状感染 其中市院至今已展开8轮核酸检测 最近一次检测发现的社会免阳性感染者 首次降致个位数 而江苏多4宗确诊 和57宗无症状感染 北京、广东、福建等地都出现本地感染 另外有内地传媒发现 上海、海南等地有个别民宿和酒店 表明暂时不会接待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 或者需要他们出事解除隔离证明 接受三天两检等的手组才可以入住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永报道 台湾新增约31,000众新冠病毒本地病例 多105人死亡 新增的死亡病例大部分有慢性病 其中45人未接种过新冠疫苗 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昨天起将每个星期入境的人数 由2万5千人放宽至4万人 而下个星期四开始 台湾民众持有居留证的人 和转机的旅客 这三类人士登机之前 无需再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